政府新成立 遭指議要養網軍 推中介法的數位發展部 預算狂編211億 倍紅天價高 行政院長卻連數位不暇下 一個多元宇宙科都不知道在幹嘛 叫多元宇宙科 不知道院長有沒有聽過 當然 這個在成立的時候我就知道 是 做什麼 沒關係 院長回答 一被問多元宇宙 蘇仁長答不出來 瞄轉頭求救唐鳳 被委員制止 還瞬間惱羞嗆 部長不用回答 我想請教院長 除非你想算位 否則的話不要回答 多元宇宙科 是什麼 請部長給你說明 院長 元宇宙是什麼 請部長就這些事情跟你說 多元宇宙是什麼 你是怎麼樣 你是怎麼樣 今天是要考常識還是要找 雙方一路吵到麥克風被關掉 但院長這副模樣讓我有看到瞬間炸鍋炮轟 花200多億還不能問你到底搞啥 你問停車位可以 問多元宇宙科不行 不然要問行政院有幾顆樹嗎 鬆什麼鬆 真當自己是土皇帝 不知道成立要幹嘛 被電不就剛剛好 很喜歡到別的地方 問說停車格有幾個 不也是你嗎 憑什麼不能問 五十幾億本預算 一百六十億的前瞻計畫預算 高達兩百一十一億 如果你清楚的話 以你的個性早就回答了 怎麼可能顧左右而言 他趕快落跑 你就是心虛 曾昌會這樣惱羞成怒 就是表示他根本不懂什麼叫多元宇宙科 作為一個行政院長還讓他去成立 那不是很好笑嗎 花了國家這麼大筆的預算 被唐鳳量身打造 跟唐鳳一個人在惡搞 國家可以讓人家這樣去玩的嗎 所以民進黨根本是惡劣自己 關鍵大選年蔡政府硬是成立數位部 但實務內容卻是連蘇貞昌都不知道 難道這新單位實際任務 真的只是在推前置言論的終界法 記得楊世絮李玄 SNJ小組台底報導